白嫖7块链精彩资讯新发现 Hello大家好 我是奔跑财经的壮壮 我们前面说过 NFT的来源 历史 以及它的未来发展 那很多人有疑问 为什么NFT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现阶段也有很多人对NFT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质疑 其实我们可以用举一反三的方法 将NFT与我们本土生活方式相融合 在美国人口外流之后 NFT被用来筹集资金 帮助保护阿富汗妇女 保护她们的权利 那放在我们的生活中 可以运用其技术对于现阶段慈善机构 金钱去向不清晰 扶贫全款去向大众不知晓的情况 进行全方面的跟踪 且对大众公布 那对于商家而言 优惠券促销折扣 活动门票总会出现假冒 让人头疼 那运用NFT技术 对它进行链上确权存证 商家所发售的各种促销票据 就可以放心投放了 不会再出现假冒票据 并且发放数量 使用数量也会明晰 方便统计 现阶段对于企业融资也是一件麻烦事 NFT这时候又可以打写伸手了 参与众筹的用户可以跟踪全款去向 在满足活动开始时呢 建立智能合约条例的情况下才能发放 卖到的那封门游戏大家都听说过吧 但是对于大企业而言 价格昂贵的游戏化营销是有足够基因的 而NFT也可以为小型企业带来游戏化营销的可能 简单举个例子 商会可以发起设计数十家本地企业的数字NFT寻宝活动 将客户流量吸引到每个地方 当然呢 这只是我简单的举了几个小例子 NFT的玩法与可能性有无限种 需要大家共同挖掘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NFT有其他看法就来留言吧 记得点赞关注 每天为你带来七块点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